你好 我是黃柏林 歡迎收看這一節華視新聞 新聞開始來關心空軍兩架F-51戰機 上個月二十六號空中插撞最海 其中失蹤長達二十多天的飛官潘影尊 上午被搜救人員發現 在屏東南仁漁港周邊的椒岩縫當中 那麼發現的時候 穿著軍服的潘影尊遺體 那麼在發現之後 立刻送往了臺東賓館 臺東檢方香驗遺體完畢之後 目前初步判定 這死亡時間過久 沒有辦法第一時間確認死因 將安排解剖 進一步來釐清事發的原因 車子停好在殯儀館前 單架抬下來 飛官潘影尊終於回到台東老家了 潘影尊的妻子低著頭 事故發生到現在 等了二十八天 再次見到丈夫 已經成了冰冷遺體 潘教官的爸媽接獲消息 也趕緊前往殯儀館 F-51兩架戰機空中擦撞墜海 飛官羅尚化先在港仔社區巡獲遺體 協尋另外一位飛官潘影尊的下落 搜救不停歇 在四月十八號 相隔八公里左右的男人漁港 終於找到了 二十八天時間的搜救 其實相當不容易 出動搜救艇 透過軍用空拍機 動員大量人力 但暗記膠炎盤及延縫太多 不停來回搜索 依舊難有更多進展 當地村民還說 軍方每天都會來九棚 這邊的萬應公拜拜 祈求早日找到攀角官 有去清洗新公有嗎 也是說是這附近而已 是這樣 給人忘了放棄 給人忘了放棄的 看所有人都沒有放棄 這兩天突然那個龍影 都沒去風 龍影大的時候 可能你又弄起來 弄得苦的 這幾天都會浮汗 目前檢察官已經完成相驗程序 確切死因 還需要等待解剖後才能釐清 大家辛苦了 真的 因為現在人找到就好了 我們後面趕快幫潘影樽 好好送他一程 就回家就好了 大家都辛苦了 飛官潘影樽任務終於結束 家屬縱有再多不捨跟悲痛 現在唯一能做的 就是好好送他最後一程 華視新聞黃衛副中夥罕 陳鈞一辰 杏仁台東屏東報導